魏公子 魏公子 末将确实看见那两个乞丐 已经进了城 在沿街乞讨 所以末将赶来 向魏公子报个信 走 温尔哥 小齐 你去哪儿啊 我上街去 是 这样啊 我之前也去大街上 找过我大哥 可是都没有找到他 如果你要上街的话 我还是想去工地 再去找找看 你要找你大哥 其实 你不用去了 为什么 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离开工地 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这个 我就不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他一定是在躲避我 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川 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 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 你 你 慢走 工资 对了 我记得大哥好像跟那些乞丐认识 我应该去找那些乞丐 问问他们大哥到底去哪儿了 我 大哥 大哥 你看 要貴是貴 還真是有效 他已經有起散了 真的 太好了 謝謝菩薩 謝謝菩薩 太好了 果然是有用了 奇怪 怎麼一眨眼 就找不到人了 停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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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什麼事啊 為什麼要停轎啊 現在怎麼樣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找到 那間破廟啊 那怎麼辦呢 這 小姐 不如你在這邊等等 我到前面去問問看 薛公子到底怎麼回事 我自從做了那個夢之後 一直形成不明 我擔心他會不會出事 小青啊 你這樣沒日沒夜地 照顧貧貴好幾天了 鐵打的身體也受不住啊 我沒事 只要貴哥能平安地醒過來 我再怎麼累都不怕 小姐 小姐 我問到了 怎麼樣 他們說啊 那些乞丐 就在城東街底的 那間破廟裡頭 我們走吧 走吧 老大 藥呢 你 你 你怎麼搞的你 叫你去抓點藥 結果你給我空手回 你到底死哪兒去了你 你 你以為我們是誰啊 大貨人家嗎 這一副藥 有好幾兩銀子呢 咱們已經買了十幾副藥了 現在所有的積蓄 全部都花在抓藥上了 誰讓咱們是乞丐呢 本來就沒什麼錢 那你之前不是這樣 很有義氣 就算沒錢 也要想辦法弄起來 一貴哥的病嗎 我不管啊大哥 你要想辦法想辦法 好好好 好 大哥去想辦法 好吧 張偉 我們去多要點錢 能要多少要多少 老大 咱們一定要發動 全該幫的兄弟 玩命的多要錢 對 要多少算多少 快快去 多要點錢 救貴哥的命 好好好 那你在家好好照顧平貴 我們去吧 快快快去啊 快去啊 你 怎 怎麼搞的 第一次換女裝 貴哥就昏迷不行 躺在這兒 這 我是不是跟得奮衝啊我 來 剛出龍的包子 是要騰騰的包子 來 看看喽 大爺大爺 給點吧 大爺 是 謝謝大爺 謝謝大爺 給點錢吧大爺 給點錢 大爺給點錢 給點錢 給點錢吧 大爺給點錢吧 大爺給點錢吧 大爺 謝謝啊 給點錢吧 大爺 賣菜了 吃了吃了吃了吃 老大 來 北京請賭多要點啊 來 給點錢吧 給點錢吧 来 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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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求求你了 你不想 求求你 给 藏虎咯 给两个忘记 来 茶茶喽 藏虎咯 藏虎咯 三下麦能不能 给点赞 你不想吗 你不想吗 再来 带着三少一咯 出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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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爷 来 来 看本来 来 看本来 来 大爷 你赏两个吧 带走吧 走吧 菊爷 菊爷 败花伞 花伞 来 谢谢 谢谢 败花伞 大爷 给点钱吧 大爷 败 谢谢大爷 好人一生平安 真是 不错啊 花伞 老大 老大人呢 老大 来 老大 好嘞 拿好 坐好啊 谢谢了 老大 你去哪了老大 欺负我这没手的娇花子 你不是说没手吗 那这手就是剁出来的 那我就把它剁了 别别别 大爷 别别别别 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 人家才会给我们钱 大爷你放过我吧 真把我的手也剁了 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 大爷饶命 大爷饶命啊 好 不剁你手可以 那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 薛平贵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咱 是 我认识薛平贵 那他人呢 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落 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没有关吗 我问你呢 薛平贵人呢 大爷 我说实话吗 薛平贵我认识 那薛平贵我认识 可是我 我们这些要饭的 整天东北西跑 就为了图个温饱 这薛平贵跟我非心非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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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我说实话 我杀了你 诶 诶 是 大爷 我说的都是实话 诶 对对对 他在工地里头 盖 盖 盖房子 诶 这西街那边 你们愿意的话 可以去找他 哦 是真的吗 诶 是真的 不信的话 我可以令你们去看看 看来 这个狡猾子说的不是假话 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 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 薛平贵真的死了吗 如果薛平贵没死 到底在哪儿呢 想跑 走 算你倒霉 魏公子 只不过是个要饭的 没必要下手那么重 薛平贵的朋友 就是我未报的仇人 魏公子 咱们还是去找人吧 别让我再看到你 别让我再看到你 老大 别在哪儿啊 老大 老 老 老大 老大 你怎么被打成这样 谁把你打伤的这是 哪儿那么多废话 快带我走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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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在哪儿啊 大哥 你到底在哪儿啊 别拖着我行不行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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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小姐 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 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 我来找就行了 我们一起找 奇怪了 这间破庙 好像有人住过哎 只是 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 你去找找看 哦 那你在这边等等啊 我去找找马上回来 等一下哦 平规 这里是你带的地方吗 你到底在不在这儿 你可知道 我真的很想见到你 平规 你是谁啊 你 我刚才听你平规平规地叫着 你到底是谁啊 我叫王宝川 你是 我知道了 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 你大哥 怎么说你是平规的小妹 我问你 你有什么资格平规平规地 叫得那么亲热啊 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 我知道 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 对不对 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吗呀 你是想烧香拜佛 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我们两个 从未见面 也从不认识 可是 看你的样子 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对 我就是特别讨厌你 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 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 不计其数吧 你干吗要缠着我哥哥呀 我不是缠着你哥 是你哥救了我 我哥哥救了你 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不是的 我 好了 你给我听清楚 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 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你说什么 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对 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他是谁 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你是谁啊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 你给我住嘴 小姐 你在旁边等着啊 我来 你凭什么这样 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 我这样说话 已经算客气了 我还想打他呢 你 你试试看啊 小脸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 狗我已经打了 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小姐 你别管 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跟他拼了 你 你 住手 凭贵为人 光明磊落 正义凛然 怎么会有个妹妹 这么泼辣 这么刁蛮 你又不是我大嫂 你凭什么教训我啊 小姐 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 我们别理他 走 站住 王宝川 我警告你啊 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 行 可是这句话 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 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 我王宝川从此以后 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 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 可是 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不见了 小姐 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 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啊 王宝川 你少假惺惺 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 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大哥 他到底去哪里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 是知道他在这儿 我老实告诉你 我心中有一个预感 我担心品贵 他出事了 再喝一口 多喝点 贵哥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 好多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知道吗 你可把我给急死了 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 我 我昏迷了好多天 是啊 那天我和大哥张伟 要去找你喝酒的 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 昏死在那儿 哇 好吓人哪 我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 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 然后我就吐血了 贵哥 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 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中毒了 中毒 我怎么中毒了 真的 我大哥 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 而且那个大夫还说 你是中了一种 十分罕见的蛇毒 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 不然哪 你的命就 这两个包子呢 我是特地留给你的 你就不要客气了 吃吧吃吧 那我把它留下来了 谢谢工程大哥 轩兄弟 这个包子呢你趁热吃 尝尝你嫂子的手艺 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 好 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好香啊 怎么样 味道不错吧 好吃好吃 谢谢啊 谢谢 好好 慢慢吃啊 不 晚上一定要注意 小心着凉 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 想要毒死你啊 可是 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 他怎么会害我呢 不过 除了那两个包子 我倒是想不出 我还吃了什么 鬼哥 你放心 这件事情啊 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嗯 这里是 哦 这里啊 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 武家坡的破寒窑 寒窑 对啊 哎 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 说这里啊 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 现在废弃不用了 因为能遮风病嘛 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 布置成睡觉的地方 呐 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哈哈哈哈 哎 喂喂喂喂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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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是 桂哥 你就安心地在这儿住下吧 先把病养好再说 嗯 小青啊 我昏迷的这几天 都是你在照顾我 哎呀 不只是我 还有我大哥张伟他们呢 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 都到外面给你药银子去了 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 医治你的病啊 哎呀 好了好了 不多说了 你现在需要休息啊 我去熬点粥给你喝啊 哎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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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桂哥 你 你需要多休息 你坐这儿 坐下来 我去熬粥给你喝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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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啊 葛庆 葛庆 大哥 葛庆你快点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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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这怎么变成这样了 来 这 这 张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 我也不知道啊 这 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未报的人 打 打听二哥的下落 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是啊 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 啊 气死我了 大牛少侯 大哥需要有人照顾 你们把他扶到张伟的窑洞里去 哦 好好好好 来 好 大哥 慢点慢点 张伟 贵哥就麻烦你照顾了 还有 我大哥受伤的事 千万别让贵哥知道 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 放心吧 葛庆 你要去干什么 我要去找未报报仇 阿狗 他住哪儿 听刚才周大夫的药童说 那未报就住在山的那边 走开 葛庆 喂 二哥 政委 你醒了 二哥 来 我扶你起来 来 小心啊 小心 二哥 这碗粥还热着呢 趁热喝吧 张伟 哎 谢谢你 都是自家兄弟 谢什么呀 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 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 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 说什么打扰 你可是我二哥 只要你没事 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 这不行 二哥 我们可是败把子的兄弟啊 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 要有福同享又难同当的吗 现在你有困难了 那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 再说了 你身体养不好 怎么去做工赚钱啊 那看来只能这样了 哎 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 大哥他他 大哥他他 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 二哥你先趁热喝粥吧 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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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他们谁是尾巴 你是谁 进口来行刺我 是你 你 杀 住手 等等 小琪 你认识他 是 他是葛大的 他是葛大的弟弟 葛大是谁 就是那个乞丐头啊 乞丐头的弟弟 温小哥 事情是这样子的 之前他跟他大哥 救过我爹的命 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 饶他一命吧 把他抓起来 是 起来 快 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 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 他就是死路一条 魏公子 那不如我把他送回去 交给魏将军处理 魏儿哥 不要 不用了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下去吧 是 你 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 让我武功尽失 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 我告诉你 等我的穴道解开了 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 把他给我关起来 没有我的命不准放他出来 是 你还打伤我大哥 我叫你不得好死 老实点 你会有霸凌的 看到 你打伤了他的大哥 是啊 为什么呀 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 阵地为王 整天扰乱百姓 你也知道 我哥是负责经济安全的 那长安城里的治安 我得帮他 真的吗 嗯 你没有骗我 可是那些乞丐 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 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 你跟我说你大哥在采谋 我就帮忙去找吧 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 对我出言不逊 我就打伤了他 你看那些乞丐 每个都是好手好脚 出来骗钱的 小琪啊 你以后啊 要少跟他们来往 我也不喜欢他们 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 只是当初 不用担心 你都替他求情了 我是不会杀他的 可是你为什么 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我把他关起来 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 然后从他们的口中 知道你大哥的下巴 作词 温二哥 那他的事情 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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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你们都死了 你们把我关起来算什么 要死了就不用来开了 让活的人来开就好了 开门哪 气死我了 没想到 那个卫豹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 他把我关起来 不让我出去 到底在搞什么 贵哥 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还有我大哥呢 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 真是急死人了 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 站住 你不能出去 你要出去了 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 交代什么 我 我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我也不想见你 可是你不要忘记了 你的命可是我救的 谁稀罕呢 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豹 我就不会估计自己的生命了 你跟我还挺像的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从来不管后果 跟你 差太多了吧 你是贵哥的妹妹 我只是个乞丐而已 你是乞丐的妹妹 我可警告你啊 你可别跟卫豹说我是个女的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 我要想说 我老早就说了 那这样说起来 我还欠你个人情咯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你这人真有意思啊 生气起来 说翻脸就翻脸 一高兴了 还会跟我道歉呢 没办法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 我从小无父无母的 是我哥把我带大的 那我哥呢 又是改邦的帮主 所以呢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做事情从不够后果的 我跟你一样 我从小到大 都是我爹和我哥 心中的宝贝 他们呵护我 疼我 可现在 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 你告诉我 我哥在哪儿啊 贵哥的妹妹 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 我可没他那么笨 那么傻 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瑶的事 告诉他 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 那贵哥和我大哥 肯定会没命的 怎么了 我哥到底在哪儿啊 你可以告诉我吗 我也不知道啊 你哥 不是一直都在 采罗的工地上吗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 工地的工头大哥说 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 早就走了 好啊 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 这个死工头 看不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 怎么回事嘛 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我也在想啊 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 我也在想 我哥不在工地 他会去哪儿呢 不如这样好了 你叫那个欣慰的放我出去 我好帮你去找你哥 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 怎么会我说放 就把你给放了呢 你这话就不对了 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 他凭什么扣留我 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 想要杀他 他没有杀死你 或者把你送官严办 已经对你很好了 我 行了行了行了 我就搞不懂了 你为什么帮他说话 又跟他这么好 我不想跟你说了 你走吧 走吧 你好歹也吃点嘛 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 你哥和你 也算救了我爹一命 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 你好歹就吃一口嘛 你就吃一口呗 算了 人是铁 饭是钢 吃就吃 我 好吧 我就吃吧 不过你记住啊 我是给你面子 我是给你面子啊 嗯 他也认为薛平贵还在宫地 怎么说 薛平贵应该是死了 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 那我就放心了 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我买你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 有什么事吗 小菊 你先下去吧 是 大小姐 龙哥 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这个嘛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就实话实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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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周大夫也真是的 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 就连药都舍不得了 伟哥 你说得太对了 正所谓 人在 人情在 人亡 人情亡啊 Schw Mother falou 说说你 hoo 不会就说话不要乱说话 你就分 unto是 señor老大死嘛 没没没没没 哎 哎哎哎 哎 喂哥 咱们今天还要跳啊 跳 跳个屁啊跳 老大又不在 那歌词和舞步 我到现在都记不住 嗯 再说了 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 还不是小青爽啊套猴把戏 咱们才有钱赚 那伟哥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哎 你们都过来 哎 都给我听好了 今天呢 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 都要一点钱 知道吗 这个老大 还有二哥的伤 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 回去医治了 嗯 好 走 哎 走走走走 大猫 滚 嗯 嗯 嗯 大猫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你们这块地盘 我们大猫帮吃定了 对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嗯 你说什么屁话 我告诉你 长安城这块地盘 从过去到现在 都是我们葛大帮的 你们盘居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 就 反正这块地盘 我们大猫帮吃定了 是 马上给我消失 不许再出现 你凭什么你 凭什么 我听说你们葛大赛家养病 就凭你张伟带这几个下兵蟹将 能把我怎么样 能把我怎么样 可以 回去了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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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老大 还有二哥 我们和他拼了 银子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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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的声事已经好多了 张伟他们去乞讨 我堂堂一个男子汉 怎么能在这儿躺着呢 我怎么好意思 让他们养着 照顾着 奇怪 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 大哥呢 为什么这两天 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金的踪影 坐坐坐 我看你们好像都受伤了 都怪我没用 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出来了 等你等到春红腿 等你等到夏绿醉 等你等到山白头 等你等波及歌球 等你等到新生 等你等到月儿破 等你等到我心痛 等你等到月儿破 等你等到月儿破 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 万复心酸素于谁 往事不堪再回回 失去的爱难再追 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 痛苦伤心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 痛苦伤心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 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 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 痛苦伤心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 �油粉 百苦伤心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